这两天上海电视节是如何如图的进行着 观众们最关心的除了明星还是明星 为了能让现场的观众一次看个够 所以我们的SMG展台是每个半个小时就更换一波明星登场 可惜还是有很多观众没有办法前去现场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的独家心探马上被你送上 所有时尚大家好 我是小军 现在我是在上海电视节的现场 而这个地方就是上海展览馆 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就是SMG的展台了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一些观众 专业人士以及粉丝都在现场 他们在看谁呢 其实是JB的很多的艺人 因为今天轮番会有各路艺人到这边来展台 来看看现场这里面的景象是什么样子的 本次的上海电视节完全可以说是流水的明星 贴打的粉丝 而昨天下午的重头戏就是一大帮香港TVB议员的来袭 这样的阵容除了在港剧之外 大概只有在电视节才能看到 然而为什么唯独少了通告表上 原本并会出席的林峰呢 他受伤了 对 对他说几句话 他没事 他很快就会好的了 我知道 对对对 因为他生病了 所以没有来过 像被上哪里摔到了 对我也觉得非常可惜 我以为不会见到他的 感觉你对他很有信心 他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没事 没关系 男生嘛 男生很容易好的 前年曾经担任评委的舍师曼 作为电视节的常客 今年则卸下评委身份 不遗余力地为新戏做宣传 而他也说了 这比当评委简单多了 轻松很多 因为上海电视节评委是一个非常严重 还有非常 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因为要看很多很优秀的电视剧 还记得上次做评委的时候 看片子看到多累吗 记得 因为那时候我在拍戏 我一边拍戏 我就一边看 有十几部剧 我没有拍我的时候 我在现场就看 我吃中午饭的时候 又再看 又晚上又看 我一天到晚再看 除了剧本以外 也要看很多戏 但是真的非常棒 除了舍师曼 Bosco也是电视节的常客 而当天 听说他的新剧的点击率 已经超出预计 黄宗泽也是心情大好 夸起了海口 请期待就是破译的时候 破译的时候 就又清楚一下 已经直接说 已经要破译了 如果破译你会怎么样 破译的话 来给一句话 破译的话 我也不知道 这话不能说大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已经是第三次来上历史节的黄宗泽 此次与这么多同事同仁一起献身 心情也是一成兴奋 竟然还现场拍起了前辈的马屁 感觉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每一次来都觉得 上海的朋友特别热情 然后有会看见很多拍戏的朋友 因为电视节嘛 都会在那边 今天有碰到什么老朋友吗 在现场 其实我之前一直在横店拍戏 今天一次过就看见 我的老三哥 三哥 三哥多有情 肯定有摆pose 你要过去看 那边真的 甩个摔 扩进十足 摔爆了 摔爆了 你这个金金片子都出来了 摔爆了真的 除了拍马屁 调皮着Bosco也不忘爆料一番 而且呢 就三哥还非常 对我非常好 他特意去横店看我 其实 就表面是 其实呢 是到那边去打高尔夫球 但是顺度 说起来 是来看你的 对对对 感谢 与摄氏脉 黄冬泽不同的是 当天其余的三位香港艺人 全都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电视节 而曾经因饰演八三版射料英雄传 杨康一决走红 如今依旧以酷帅形象出现的 在众多港剧中的苗乔尾 当天也是十足的有心有款 配件行后一个不少 这个您会戴一个这是什么 眼镜 我以为是一个特别的装饰 没有没有 这是眼镜 因为刚刚出外 戴了眼镜 然后包括 酷一点 这边还戴一个这个耳环 耳环 对啊 展示一下你看 你看 哎呀妈呀 真是电死人不偿命啊 而另一边呢 同样是TVB大前辈的黄志贤 则更像个大朋友 对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奇 我第一次来 第一次 哇 欢迎欢迎 第一次来 感觉如何 很庞大的 有很多的媒体啊 很多的其他的机构啊 所以刚才是比较匆忙一点 只是路过了 其他摊位 路过几个摊位 你看这感觉上 因为实在太多地方要去了 下一年 如果我不代表TVB的话了 可能是当一个游客 去 感觉也很好的一个旅游景点 对对 看看呢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让自己乔装一下的 混在当中去看看 黄志贤忙着看展 而展台边上的宅男们 则忙着看着徐子山 当天一身凄凉装扮的她 无疑秒杀了无数闪光灯 今天看到你感觉有一阵凉风起来 为什么 这个衣服其实我觉得女孩子穿的 还是会有点费劲 因为必须还得就是震惊端坐 因为毕竟你要这样就不好看 对对对 必须挺直了以后这样才好 可以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一般穿衣服都是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事情 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爱美就是这样子 作为最小的晚辈 屈子山一直默默地被台上的前辈们照顾着 而提及这一点 我们看到了她与当天着装完全不同的一面 看来这大笑姑婆的美誉算是后继有人了 而此次新剧与男神黄宗泽再度搭档 两人也是默契十足 而问起波斯科这样一位兼具帅气幽默于一身的男生 是否算是她的择偶标准时 她就给了这样的回答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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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坚洁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她穿粉红色袜子的 她很喜欢很亮的颜色 但是你看她平常穿的衣服都是有时候都是很夸张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粉红色的袜子是有点 真的是有点 我自己觉得接受不了 但是她喜欢 她经常都是这样子 辛苦我每一次跟她演戏的时候突然看见 什么粉红色的袜子 当然 昨天SMG的展台上除了有港剧迷们追捧的港星 也有演戏演到乱穿越的她们 第一次是新落神 这个演曹操我公公 这个演曹丕我老公 然后佳和万世兴呢 这个演我妹夫 这个演我老公 这会不会会到时候有点穿越啊 以及由远到而来的新加坡华语剧的男神女神们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黄俊琼 哈喽你们好 我是欧萱 大家好 我是张振环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方伟杰 你会说上海话 长黑令啊 真的长黑令啊 那你是加入了新加坡这个团队 我在新加坡13年了 是的 你是新新加坡人 小星星 那究竟还会有哪些大卡丝 将会在电视节亮相呢 敬请关注明天晚上十点的左右时尚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